在台东每年到了农历春节期间 吸引各地游客聚集的就属云霄节系列活动 除了炸寒丹之外 台东市多场的庆祝活动都会涌入上万名的民众参与 由于今年整体活动经费紧缩 往年在云霄期间举办的两场晚会 施工所决定取消南京路广场的花灯晚会 不过在南京路广场仍然有特色花灯展出与点灯仪式 今年的元宵节活动我们在2月16号早上10点 在南京路市民广场会举办记者会 记者会当中会有台东选舞堂来举行首次的炮炸寒丹野 在隔日2月17号的下午4点半到5点会举办一场点灯仪式 那点灯仪式呢也有请台东寒丹堂来炮炸一场寒丹野的表演 那再来在2月20号是我们在海滨公园举办的烟火之夜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除了有炮炸寒丹之外呢 还有金曲歌后李嘉 以及我们邀请到了国际级的表演团队 九天民俗集团以及明华园的戏剧团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烘玩笑 由于近年来都有民众与游客反应 想要欣赏炸寒丹 却总是无法获得正确的场测时间与地点 今年台东施工所也将与玄武堂与寒丹堂配合 利用网站与网路媒体协助公告活动内容 让民众可以轻松掌握市区炸寒丹的行程资讯 所以说这次我们是要求我们民众客 要要求我们的行务堂 以及我们的寒丹堂 他们私人的行程的话 要去炸寒丹的话 要让我们施工所知道 让我们共同来配合 甚至于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行程 公布在我们施工所的网上 甚至在媒体 我们替他们行销出去 让游客甚至于市民知道 我们炸寒丹的他们的定点的一些表演节目 今年在海滨公园 仍然照常举办烟火职业活动 这次台东施工所 特别邀请到九天民俗记忆团 与明华园来台东演出 届时民众将可以在晚会中 亲眼目睹他们的精彩演出 在广阔的海滨公园 再一次欣赏绚丽的高空烟火秀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施报导